一天的健康就從蔬食開始 歡迎收看蔬食夠健康 觀眾朋友有福了 我們今天節目要教的是 麻辣火鍋 蔬食做的麻辣火鍋 跟一般外面的麻辣火鍋 有什麼不一樣呢 而且你要不要準備 傳說中的三十幾種的藥材 不用 我們今天還是邀請到 輕鬆煮 簡單煮 快樂煮的 葦葦蔡老師 老師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姿莉好 居然可以在節目教麻辣火鍋 我跟你講這個不常思 全部大公開 而且傳說中 真的你看過那個其實很油很膩 非常油 對 然後全部都是油 什麼不管是什麼牛油奶油 一大堆的油 真的不知道說真的 然後有的它會給你加什麼湯粉 對 它不會真的去給你熬高湯 所以我們今天節目上你看 看得到吃得到 對不對 那到底要怎麼做出麻辣火鍋呢 我是覺得要是我可能就是直接去買個湯底回來 然後丟進去這樣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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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 我們自己做的這個麻辣火鍋的那個湯底 絕對比外面的還要讚 對 一定的嘛 你做出來的一定是沒問題 對 可是這麼多東西可能要跟我們稍微仔細介紹一下 基本上我們先講這個麻辣鍋的湯底的食材 因為這個很重要 湯底如果做好了 就万事OK了 对 没错 那首先我跟别人不一样的 就是我的高汤里面 我的味精的来源 就是这个 这个是什么 哪个 香菇吗 对 那是我的味精来源 所以我不放味精 是 我直接放香菇 所以香菇 干香菇对不对 不泡水 不泡水 烤它 开火吗 对 开火 好 开火去烤它就好了 好 不泡水哦 这个就是我的味精的来源 一般很多它放什么 什么稀粉 味精 通通都不用 我们直接放的是 这个香菇 香菇干烤它 对 干烤它 对 所以我们等一下 把它磨成香菇粉 对 观众朋友这一集要认真听 对 以后大家所有的人 冬天就 哇 太完美了 对 然后所以我们就让它烤一下 那锅子热了之后 我就熄火就好 等一下你会闻到 那个香菇的香气 熄火 对 就让它慢慢烤 现在热了 热了以后就熄火 对 好特别 你等一下会闻到 那个香菇的香气 所以我 就现在就让它焖在里面 对 它就在烤它 因为它其实跟烤箱一样 真的 它只是替代烤箱而已 就不用烤箱 好特别的做法 对 它这个是我的味精 味素的来源 然后也不用高 那个什么鸡粉 通通都不用 你也不用去熬大骨高汤 我的高汤全部在这里 而且这个蔬食更美味 真的 这一集 真的要把它入下来 对 好 那当然就是一定要有这个花椒粒 是 然后这个是白胡椒粒 对 白胡椒粒 那我都会喜欢去中药房买 对 对 那它真的就是比较纯 比较香 比较新鲜 那你现在闻闻看 它其实味道还没有出来 可是闻得出来是胡椒 对 但是等一下我研磨过以后 那个香气完全不一样 然后再来就是 你一定要有一个甘草片 这是个甘草片 对 所以我甘草片 这个也是这个汤底 一个很秘密的一个武器 对 我等一下会把它放 这个甘草片下去 然后要磨成粉的 还有像这个肉桂 肉桂 肉桂片 一小片而已 对 这个也是中药房买的 所以我通通把它 要磨粉的通通通都放在一起 都放过来好了 然后呢 还有这个茴香 对 这个这个是 花椒粒 花椒粒以前要用油去炸 对啊 对不对 然后把那个油炸出来 不用吗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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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今天油在哪里 不用油呢 我今天没有打算要放油 不放油啊 那辣油不是上面都要有一层辣油吗 不用 不用 我就用蔬菜的那个味道 然后把这些香气放出来就好 好兴奋喔 真的 有啦 有一个油在哪里 这里 这是芝麻 对啊 芝麻有油吗 有 有 芝麻油啊 有芝麻油 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用的就是芝麻油 那但是健不健康 是啊 更健康 连油都看不到耶 对 所以我们其实 就是从这里去摄取它的油 那这样是不是更健康 是 那所以这些我全部都要把它磨成粉 然后另外这个 辣椒有分成多种 对 那这个是干辣椒 干辣椒 对 就是要干辣椒 那这个就是在一般的干粮店 卖酱油的卖什么的那些杂货店就可以买到 对 那一样这些全部都把它磨成粉 这样子喔 对 那我们先磨粉 不然我怕会记不了 是 我们就把这些通通都放进来 辣椒 对 辣椒 再从不一遍 对 辣椒 然后这个花椒粒 花椒 然后茴香 对 茴香 然后刚刚讲的肉桂片 然后白胡椒粒 对 还有这个白芝麻 油的来源 白芝麻 对 对 好 然后呢 对 它要有一个那个冰糖 对 全部打在一起就好了 是喔 对 简单吧 对 简单 这个就是传说中三十几种药材 可是我们刚刚没有很多种啊 我来算一下这些 对 一二三四五 然后再加一个那个肉桂 对 干草片我们等一下放进去就好 对 那等一下还有陆陆续续介绍一些食材的部分 观众朋友不知道还记不记得 我这里面有在焖香菇 对 香菇 焖烤香菇 好 那我现在就把它打成粉 传说中你就这样熬很久 对 用什么药材包 然后几天几夜这样 对 所以我们就是因为这样去店里吃的嘛 对啊 对 对 对 那现在不用了 全部来家里吃 对 哇 你要稍微把它磨到碎 不然它吃起来就会有那种渣渣的口感 对 所以我们要把它磨成粉 所以要磨成粉 可是我跟你说 芝莉你这样煮起来更快哦 然后味道全部在你的锅底里 所以老师你看我们这样子是真的是把它磨成粉之后就可以自己看得到你加进去的东西 而且老师刚刚强调我去中药行买我买来的东西其实都是相对新鲜 对 然后也是有保障的 然后把它磨成粉之后 这个就是汤底 是 来 你现在闻闻看这个味道跟刚刚有什么不一样 好 闻闻闻 是不是 然后怎么好奇怪 还有那个芝麻的那个 对啊 坚果的香味 对 然后还有那个花椒粒的香气 对 这很够味道哦 对 很像那个一般有没有我们在吃一包一包那种零食 是什么麻辣花生什么那类的 好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香菇有没有很香 香 真的叫香菇 对 真的叫香菇 对 这个时候就真的是香菇了 好 那我们让它冷一下下 然后我们再来煮它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开火了 这手法好特别哦 很特别哦 现在我们真的要稍微复习一下下 好 香菇稍微进去让它干煎 对 对 根本没放油 没放油 因为我们也没有油 对 然后焖好了之后拿出来放凉 对 好 那传说中你这个时候要用很多油 对 我们不要油 因为我们其实芝麻里面有芝麻的油了 是 好 那我们把这些 我们的传说中三十几种药材 我们把它混为一种 对 混为一种 然后就把这个粉放进来 而且我们是用食材原来天然的油 对 对 这个麻辣火锅不学怎么行 而且你这样真的健康很多 是啊 不然你去外面真的吃完回来 哇 那个好几天都不舒服 对 真的 好 那这个时候请你再把它烤香 好香喔 现在 因为刚刚锅子其实是热的 刚刚有香菇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用小火就好 不要太大火 用最小火 对 用小火就好 那你稍微帮我拌一下就好 所以我们是要把这些炒香来 对 对 这个是它香气的来源 那我当然我放一些这种甜分 我会从这些像洋葱去摄取 对 好 然后另外番茄 这个都是食材里面很好的味道 就是天然的高汤 是 光在炒这个我就觉得我好幸福 真的 香得不得了 对 而且我又很喜欢吃口味重一点的 辣一点的 如果喜欢更辣 刚刚那个干辣椒可以再多放一点 对 所以可以自己 家里自己可以调微辣 小辣 中辣 大辣 好 那刚刚那个是干的 对 那我们还是要有一些新鲜的食材 比如说蒜头 对 比如说生辣椒 比如说姜 这个我们还是需要 对 老师你看豪迈 直接切断 是 好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 就把它拉碎 这些拉碎就可以 对 把这些拉碎 就是这些干料 哇 冒烟了 有没有香 有香 越来越香对不对 好 那把它关小一点 对 好 那这个时候 我要把这个 进去拌一下 这是什么 那个 那什么 辣椒酱还是辣豆瓣酱 豆瓣酱 豆瓣酱 哇 好香啊 好 放进来 对 好 我等一下再用那个水冲一下 好 然后 这边有放了酱油 还有这个味噌 好 放一点水 来 你这边好了 对 好 我这个放进来了 洋葱放进来 对 真的都没有油 把刚刚的蔬菜 对 都没有油 对 把它拌一下 而且你看我站在这边 刚刚都不讲话 是因为我在享受那个辣椒 铺鼻的香味 真的太香了 好 那我的盖子 在这里 好 真的好香 因为味噌不容易散开 对 所以我把它直接放到一拉转里面 老师一般我们味噌 我们可能会先用水把它 就是弄匀 对 可是老师是直接放到一拉转里面 去把它分散 好 我把这个味噌放一点水进来 再把它拌匀 再把它拌匀 好 我把这个味噌放一点水进来 这个真的好香 很香 对 放进来 好 这个水再进来冲一下 就不会浪费了 老师准备了一锅热水 这是人家要放到火锅里面去的 是 真的是丝毫不浪费 对啊 这是精华 是啊 别人传说中的三十几种 我们就这样两三下就给它搞定了 是的 我们也不用出国学 对不对 那个火锅店的老板都是 说他们出国去哪里哪里拜师的 我们只要看节目拜师就可以了 好 好 然后 苹果 对哦 你还有苹果 我刚刚正想问你 我没有在火锅 麻辣火锅里面看过苹果 可是我跟你说 你那个汤头 对 加上那个苹果 那个甜粉 就不一样 就不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不用味精 对不对 对 好 那你那个水可以把它整个倒进去 整个倒进去 对 好 倒在这一锅里面 对 好 老师你看要多少 全倒 好 对 好 让它满 对 差不多 好 好 苹果进来 然后玉米 都是蔬菜的鲜甜味 而且我最喜欢的是它不油 因为现在其实大家都在担心身体的健康问题 负担太大 对 山酸甘油脂什么那些 那如果你太可以这样子在食物里面 就减少一些那些有害的一些食材进来的话 哇 你看自己煮 是啊 多轻松 对 多简单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先盖一下锅盖 所以我们还有两个东西 就是香菇跟甘草 对 甘草要放进去了 好 甘草放进来 对 一片而已 一片就够了 那甘草比较不适合去打成粉 嗯 就是直接一整片放进去煮就可以了 就让它煮 对 然后等一下 我们再把 煮滚就可以了 要大概炖差不多十分钟左右 十分钟 对 十分钟就可以 就可以了 我们不用熬几天几夜 不用 对 然后呢 这边有干香菇 刚刚烤过的 对不对 放凉 这个不用洗 因为我们刚刚那个粉 都是精华在 对 所以就跟我的香菇一起混在一起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我的天然味精 所以是老师的秘密武器 对 你看 香菇可以打成粉 对 你一定要先烤过 不然它香气不会出来 你看这个香菇粉 哇 漂亮 香 香 对 真的是香菇 对 吃哪里买的 是自己做的 对 因为烤过 对 好 放进来 好 这一道基本上 差不多快好了 已经 就是等它煮滚入味就好了 真的这么简单 然后你看整个汤 那个汤头的颜色 对不对 对 好 那这个都不要浪费掉 对 对 再把它弄弄弄的 对 对 妈妈就是这样 哇 你看老师真的是好好 老师 把所有的构思整合在一起之后 然后就来教我们这个 所以我们不用去别的地方学 这就是看节目就可以了 对 好 那原则上我这一锅的汤底 就是让它这样子煮就好 那你吃那个麻辣锅都会放什么料 好多 比如说高丽菜 豆腐 还有香菇 臭豆腐对不对 臭豆腐也可以 对 好 这些都可以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对 没错 好 我们现在就把火打开 所以这一锅 蔬菜 对 老师这个红色 白菜 看起来就很麻辣 对 而且它非常的保温 所以我这边边煮的同时 你就可以把这些 那个白菜放进去 对 那我这边是白菜 白菜 整锅的白菜 对 那就让它先煮一下 那你把菇都叠进去就好 现在叠进去 剩下就看你的了 对 你爱吃什么料就放什么料 就放什么 对 所有的冰箱有的菇 超市可以买到的菇 全部让它进来 没错 看起来就好健康 对 好 最主要是你看 一滴油都没有 太厉害 这个真的是让我佩服的不得了 对 好 像我们去麻辣火锅店吃 你就很想把那个油撇掉 问题你一撇掉它就不香了 对 而且你也撇不掉 对 那我今天用的全部就是芝麻油 对 对 就芝麻打成芝麻粉 它就变 它自己会出油出来 然后你可以放一些臭豆腐 然后你很聪明 因为你知道把那个年糕放在上面 对 它比较不会黏锅 你提醒我的 因为我刚本来也想丢下去了 那这个要剥开吗 不用 不用 就直接下去 对 整块让它泡着 到时候它就边煮就越香 越香这样子 有如果喜欢吃冻豆腐 其实也是可以 也可以 也可以 对 好 那你说那个年糕 现在也要下去了吗 对 就是把它放上去就可以了 对 因为你铺在上面 你不怕它黏锅 真是简单 然后这个是盖子 这是盖子 对 那是盖子 这不是盘子吗 不是 那是盖子 对 那是这样盖还这样盖 就这样盖 就这样盖 对对对 这个好神奇的设计 然后你现在料很多 等一下就会沉下去 没关系 就稍微盖一下 太厉害了 这个盘子 对 对 它是盘子 好 那我们现在浇 沾酱 连沾酱都有 当然 而且我跟你讲 我的沾酱很特别 连沾酱都 对 一般不是去马拉火锅店 就是醋跟蒜花 没错 对 但是我的沾酱其实 简单 但是非常对味 观众朋友 你看 连沾酱都帮你准备好了 太厉害了 而且沾酱我觉得有的都乱弄 是啊 就是有的用什么沙茶酱 用什么都乱弄 真的最好的就是蒜头 你看我刚刚一讲就被你讲中了 对 乱弄的就是我 蒜头放进来 好 大概两颗 然后这个芝麻 对 所以你就不用再用什么油 什么一大堆 就用芝麻代替我们的油 你看这锅已经滚了 我转小火了 转小火 转小火 然后我先把蒜头跟白芝麻 调在一起 先把它打碎 然后当蒜头对上这个白芝麻 那个香气不得了了 我正想问你 一个湿的一个干的 它组合起来会什么样子 你在吃凉面是不是有那个 蒜头加白芝麻 加醋加糖而已 对 那其实它异曲同工之妙 但是我们麻辣锅我们就不放糖 我们就是用这个芝麻 它就慢慢变芝麻酱 我闻一下看看 好 你闻 很特别哦 那因为我没有洗 我刚刚没有洗 我刚刚是不是有磨了 可是我还好 我就是闻到那个蒜跟芝麻的味道 可是它是合在一起的 对 但是我们刚刚是不是刚开始 我用传说中的三十几种 那个香药 对 然后最后又放香菇粉 对 全部都在里面 都不要洗哦 真的不要洗哦 不要洗哦 不能洗 然后现在就不要洗 所以把蒜头跟白芝麻再放进来 好 开始调 这是 醋 白醋 对 就 醋就可以了 好 你当然也可以放一点味淋 有放没放都可以 然后再把它调成像就好 这跟我们想的不一样耶 真的 不要乱吃 因为很多人我觉得那个都会让你的麻辣的那个味道变不对 那这个沾酱我觉得是比较比较经典的沾酱 是哦 对 真的等一下一定要来试试看 因为我们真的大部分去麻辣火锅店都是乱调 对 就是刚刚我讲的那些就是乱调 而且你知道很多人那个麻辣汤是不能喝的 嗯 我们的麻辣汤很好喝 你现在可以喝喝看了 也对哦 对 我的麻辣汤很好喝 对 好 我的沾酱好了 哦 好香哦 好香哦 你可以喝喝看这个麻辣汤 我等一下就站在这里不要走了 真的 你喝喝看我们的麻辣汤底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 哇 我们还没有放盐巴哦 辣 对 我们还没有放盐巴哦 可是它是顺的对不对 不是 是爽辣 对 这叫爽辣 真的 哇 而且那个辣不会让你不舒服耶 对 而且它是不是有天然的那种甜分 有一点 对 它再炖久一点它那个果香又会出来 因为我们里面有洋葱 有番茄 有苹果的香气都在里面 甜分都在里面 这个真的是 所以你不会觉得油腻吧 不会就辣得超爽的 对 可是外面那个麻辣汤底你是不能喝的 但是这个是非常好喝的麻辣汤底 真好 我刚刚突然想到耶 像这样子 像比如说我去外面吃的话 其实那个火锅店不是最后可能会烫一点面条 通常我不吃的 因为我觉得那个可能吸太多油进去 没错 所以又是淀粉 对 那这个如果等一下下一点面进去 非常棒 水喔 对 真的是 对 真的 好 那我这边这个白菜这一锅 差不多下去了 对 可以下去了 那我现在就把这个锅倒过去 好 它就是已经麻辣锅了 所以我盖子先起来 对 先起来 好 那我那个有那个手套吗 有有有有 这里 好 记得要拿这个河马手套不然会烫 哇 这一锅实在是经典 哇 这真的好喝耶 真的好喝耶 然后我到现在这么久了 其实整个嘴巴还是有一点点麻麻辣辣的 我跟你说这一锅很经典喔 你还可以留一些下来做料理 下一次再教你怎么做 所以你就不要全部倒完 不要全部倒完 倒一点就好 对 这个是原汁原味的 你看那个苹果的 其实它还没有整个煮透出来 如果它煮透了 应该汤会更甜 对 那你就让它焖一下 那原则上 我们这一锅就已经好了 然后连我们的沾酱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很经典的沾酱 好特别喔 对 而且它是有一点醋香味 可是一般 像比如说我不太喜欢白醋的味道 不过这个 这个醋是感觉是很温和的 对 真的很温和耶 但是你看喔 你的那个麻辣锅的那些料 沾这个才对 是 你不要再沾太多什么沙茶酱 不要千万不要 什么时候可以吃啦 对 已经可以吃了 已经可以吃了 滚了以后就可以吃了 其实我们这一锅 现在已经 刚刚试了之后就不得了了 对 就已经完成了 所以我们这一锅 麻辣 蘇石麻辣锅 蘇石麻辣锅 还有我们这个贴心的沾酱 完成了 我们准备上菜了 热腾腾的麻辣锅 真的是期待好久 对 每一个我都想吃 真的啊 而且我跟你说 这个麻辣汤底搭配这个年糕也很特别 我先喝一下它 好 有没有 你还没有沾酱耶 跟刚刚我中间托吃的时候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 它现在可能因为有一些食材 对 整个甜味又出来了 好香喔 还要沾酱耶 要啊 特别啊 放这边好了 好 一点点给你试试看 老师特别强力推荐的沾酱 真的你们不要再去弄什么 什么 一大堆有的没有 就这样子最单纯 确实不错 对不对 对 它 我刚刚忘了沾酱 所以刚吃下去的时候 其实是有一点点辣度了 可是我觉得这个辣真的是 跟外面麻辣火锅的辣不一样 它没有负担 对 它就是很单纯很单纯的 一点点的辣在你的舌头上面 你看真的那个叫做爽辣 对 对 我没有吃过这种辣 真的很好吃 然后 如果你再加上 一点点的那个 老师弄的沾酱 就是一点白醋 白醋 然后芝麻 对 然后我觉得还有蒜头 对 非常百搭 然后会让你的食材整个味道提升 而且就整个中和的那个辣 它就是整个把它包在一起 对 可是你又觉得很顺就对了 对 非常的顺 非常的顺口 而且是很温和的辣 对 那当然不吃辣的人 可能他还是觉得 哎呦 那这么辣 可是事实上像我们 喜欢吃麻辣火锅的 只要你吃到一次 薇薇达老师 薇薇蔡老师煮的这样子的一个 他教的这样的配方的一个麻辣火锅 我相信你应该不会再去排队 去吃别家的麻辣火锅 所以观众朋友 学起来 不用三十几个成分 完全不用 我们把它打一打 变成两种的组合 这样下去就可以煮出一锅 这么完美的一个麻辣火锅 对 所以开始真的可以学学看 它真的不复杂 非常简单 一定不会失败 所以非常谢谢维维蔡老师 谢谢 谢谢 蔬食各健康 我们下次见 拜拜